香港知名编剧黎文卓从事影视文化工作30多年, 曾担任香港无线电视、香港有线电视、香港亚洲电视管理层, 编撰过多套香港电影的剧本,被称为金牌编剧。 近日,黎文卓在接受中心社专访时表示, 内地影视业发展很快,反而香港影视业沉寂了一段时间。 现在,港片正在复苏,我们找到了一条发展新路, 其未来是乐观的。 黎文卓认为,香港影视业要走的路是发挥自身创意丰富的优势, 借助内地影视人才辈出、取景地多样等优势, 建立完善的影视产业链,把中国影视文化推向国际,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广出去。 我觉得香港的优势就是一口两季, 因为两种季豆沙, 香港就可以在创意方面就能更加丰富。 但是香港也缺乏这种文化历史的奈涵。 它有很广阔的国际视野, 但是它缺乏我们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奈涵。 所以你看,香港的影视文化,它的题材就比较单一。 现在呢,我觉得我们都找到一条路了。 这个路呢,就是我们在有自己一国一国两季的创意优势, 加整个我们中国内地很多其他元素的, 人才啊,货际啊,我们地方景点的配合。 在加,现在我们已经陪建了一个很完善的一个产业链了。 这个产业呢,我们未来就是要面向国际, 要把我们的中国文化,我们积极的这个产业, 这个电影影视文化又走出去。 电影一直是海外受众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, 从20世纪70年代香港的功夫电影, 到《卧虎藏龙》、《英雄》、《石面埋伏》等武侠电影, 再到《功夫熊猫》等选取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素材 进行创作的电影,都获得了巨大成功。 李文卓认为,中国电影能够获得全世界观众喜爱的原因, 是其具有鲜明中国文化印记。 以电影《满江红》为例, 他把中国历史、悬疑、喜剧等多种元素融合在一起, 具有丰富的娱乐性, 这样的电影更容易让观众接受。 我觉得这样的电影慢慢会让外国人接受。 其实我们中国现在拍电影、电视, 我们的眼见其实没有问题, 我们的技巧都很好, 但是最重要还是要讲故事的方法, 我们还要加一把劲, 怎么把故事讲好。 李文卓认为,香港在影视文化走出去中扮演着联系人的角色, 而他作为香港资深影视人, 愿意发挥自身资源优势, 为优秀作品走出去铺路搭桥。